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碗鲜美的鸡汤和一根鸡毛 我们导演说啊 这黄色的鸡毛关联的可是我面前的这碗鸡汤 那咱们看看这个汤 这可是乌鸡汤啊 没错 但是在咱们的印象当中 这乌鸡乌鸡估计都是黑色的毛 再或者是有白毛的乌鸡 那这看着不就是一根普通的黄色鸡毛吗 这能有什么关系呢 真是越拆越迷幻了 别着急 咱们看看这第三个盲盒里边都有什么 第三个盲盒 这第三个盲盒里呀 有一个价签 这价签上呢写的是500元钱一只 这500元一只是说这500元一只鸡吗 这又是什么鸡 怎么能卖得这么贵 这真是越拆越没有头绪了 那这些盲盒里的线索究竟代表着什么呢 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去寻找答案吧 在广西桂林生活着一种鸡 它外形独特 羽毛根根到树 层次分明 就好像勇士的铠甲一样 它会是什么鸡呢 看着一身气派的铠甲 它的暴躁脾气也在当地的驯化养殖过程中 被保留了下来 好豆的性格是它野性的充分表现 争领地 抢食物 一言不合就开战 为了保留它身上的这股野劲 养殖户们甚至为它设置了一套 野外生存训练计划 起跑 躲闪 跳跃 这要是没有强健的大腿和协调的身姿 很难如此连贯地完成整套的动作 第一个障碍场是个瓦片 一个S型的弯道 就是训练它的灵敏度 第二个是一个跳板 训练它的一个腿部肌肉 最后一个障碍是一个轮胎墙 快速穿过 这个项目能速度体现 经过着严苛的野外训练高标准计划 最终便来到了命运的选拔赛 成王败寇吧 斗云的鸡呢 肯定会再被留下来 要留下血统最纯正 身体最健壮的公鸡 作为鸡群中的种鸡 这是命运之战 冠军诞生了 看看这冠军 围风凛凛的样子 真不愧是攻击中的战斗鸡 而这种骁勇善战的鸡 正是来自广西桂林的 林甲鸡 要享有今天的成就 故事还得从小鸡开始说起 山上 到底是什么样 那清澈的泉水 鲜美的虫子 从这一刻开始 小鸡将成为真正的林甲鸡了 这是什么 这么长 能吃吗 有点怕怕 放着我来 别跟我抢 那真香啊 饿了吃虫子 渴了喝泉水 尊重自然法则的饲养方法 可在野外生存 除了美味 还有威胁 在这片森林里 最多的就是蛇 我们是采取一个放养的一个模式 那么在野外的话 这样的一个复杂环境下的话 各类突发事件 随时有可能发现 比如说蛇很有可能 对这个林甲鸡造成一定的危害 让我们看看 在训练营里 这野性十足的林甲鸡遇到了蛇 会是个什么反应呢 只见它悠然自得 夺着方布 完全不把蛇放在眼里 反倒是蛇 显得格外紧张 蜷缩着 防备着 随时准备进攻 走开 别妨碍我 经过严格的选种 林甲鸡成年后 就被放到野外 面对着野外复杂的生活环境 坚强的成长 这样回归自然的养殖方式 守住了新安人的家乡味 村里的老人说 他从小就吃林甲鸡 记忆里会发出清脆声音的鸡肉 是世界上最美味的食物 这种脆脆的口感适合爆炒 村里人喜欢用一点猪油 放上红红的辣椒 大火不停地翻炒 鲜美的肉汁 从紧实的肉质里渗透出来 脆的皮 脆的肉 是对品质坚守的答谢 看到这里 我们总算是明白了 盲盒里玩具蛇和林甲鸡的关系 不过 这第二个盲盒中的黄色鸡毛 又是怎么回事呢 演播室里的鸡汤 明明是乌鸡汤 这颜色普通的黄色鸡毛 难不成 还是乌鸡身上的 为了探寻真相 我们继续溯源 前往广西壮族自治区 凌云县 现在走的这条路呢 就是完全贴在悬崖边 手里的一条路 全都是很高很高的山 林甲县地处云贵高原的延伸部分 山高谷深 而我们要找的鸡 据说就养在山顶上 这养在山顶的鸡 到底长啥样呢 终于到了 这条路太难走了 看到这些鸡了 全都在外面 不过 这是乌鸡吗 好不容易上到山顶 看到了鸡群 但它们的颜色 看起来 确实跟盲盒中的鸡毛颜色差不多 这些鸡难道是乌鸡吗 这个鸡看起来 跟我们平时建造鸡 长得太像了 这 它们 这难道是乌鸡和普通鸡 浑养的吗 咱近距离看一看啊 飞了 飞了 它根本抓不着它们呀 干嘛呢 您好 给您打过电话 我说我们过来 来看这个 零云乌鸡嘛 你们这 养的确定是乌鸡吗 对 全部都是乌鸡 都是乌鸡啊 都是 都是 明明长得跟那个 普通的 普通的鸡一样啊 那黄毛的怎么还 没有 这就是我们 淋浴乌鸡的特点 你有什么证据 证明它是乌鸡啊 那我们去抓一只过来 看看 对 详细的看一下 近距离看 你就见了 你就知道了 哎 哎呦 抓到了 抓到了 终于抓到了 这个 对对对 真是不容易啊 抓它们 太费劲了 你看它这个 这个爪 黑的 黑的 整个爪它都是黑的 你看它们踩了土 被盖住了原本的颜色啊 这个都是 很黑 哎呀 你看呢 这个右 它这个也是乌的 这个也是乌的 哦 剥开羽毛 对 它不是 它不是白的 也不是黄的 它就是乌的 哦 这是乌的 这是乌的 哦 对 还有 还有这个 这个嘴巴 嘴巴是黑的 你看 嘴巴是 哎呦 舌头都是黑的 都是乌的 别的鸡的话呢 这里肯定是黄的 这里也是黄的 它露出来这些惠的 还有这些爪 全都是黄的 原来 这长着一身黄毛的鸡 就是凌云乌鸡 虽然看外形 跟普通鸡 长得是差不多 毛也是棕黄色的 可这凌云乌鸡的内在 确实是真黑 也因为它的 惠 观 镜 纸 皮 都呈乌黑色 而被当地人称为 五乌鸡 从小生长在 大山深处的 三样场里 空气好 食物多 天天不是飞 就是跑 锻炼出 凌云乌鸡 鲜美碱食的肉质 但毕竟 这些鸡 每天都在山里 跑来跑去 怎么才能让它们 个个都肉质好 味道香呢 陈大哥告诉我们 导致鸡肉 有腥味的重要一点 是它们的活动区域 过于集中 望眼望去 整个山头 也有不少鸡 那这里 给鸡生活的空间 足够大吗 走了 去喂鸡了 去喂鸡 对 还是要上了闹钟 我上了闹钟了 每天都想 每天到这个时候 我们就去喂鸡 好的 没有 我拿个东西 拿个盆啊 对啊 就鸡拿着那么小盆吃饭 不得巧破脑袋了 没有 我这个用法跟你不一样 为什么要见那么分散呀 这样分散的话 它那个鸡的活动空间 就比较大了 每只鸡 它有足够的活动空间 它就比较健康了 养殖区域一共有多大 暂地面积总共是300毛 现在养了10万只鸡 300亩 约等于20万平方米 大概每只鸡 都拥有2平方米的活动空间 而且这座山上 山多坡斗 让鸡飞跃跳动 活动空间更大了 充分锻炼了它们的鸡肉 肉质也更有嚼劲 可是明明满山遍野都是吃的 为啥还要上着闹钟 拿着小盆 去给散养的鸡喂食呢 这个盆到底是更含用的 每次我们就是这个味料 就是这个盆就一盆 这样它就比较均匀 这样每次就能都能定量 我们通过这样子 控制时间和这个味料的量 让我们的生产能达到标准化 标准化养殖 大大提高了 凌云乌鸡的品质 而想把好食材 发挥出极致味道 也离不开正确的烹饪方法 那么做鸡汤不新的秘诀 究竟是啥呢 先按我的方法来做一下 先开火 不能开火 我要烧水 焯这个鸡 不用不用 你意思说要把水热了 只要把那鸡块烧下水 对 不用不用不用 我们是用冷水 为什么要用冷水 冷水的话它是慢慢把那血水 把它那个化出来 然后我们用水的话 一放下去就锁住那个血水了 就是锁住那个腥味 然后就达不到具形的作用 难怪我们自己炖无鸡汤会腥 这上来第一步就做错了 鸡肉要冷水下锅 开大火煮沸才行 同样是焯水 顺序弄错 味道可就大不一样 现在这水开了 水开了 我们就可以老鼠来洗一遍 我要洗一下 一般我都用水龙头 然后接着给它清洗 不对不对 我们不能用那个冷水来清洗 不能用冷水洗 对 不能冷水洗 冷水洗的叫做锁住那个血水了 就是腥味就在鸡肉里面了 那用啥用 再用热水洗 热水也不行 热水洗的话 就是把那个鼻也当烂了 这样子营养用零食了 我们最好是拿那个温水来洗一下 用温水 对 温水来洗 大概多少度的温水 40到50度的温水就可以 继续煲煮一个小时 鲜美的乌鸡汤就能端上餐桌了 原来大厨做好汤的绝招也并不难 只要牢记这三个要点 冷水焯鸡肉 温水洗鸡肉 盐最后放 这么看来 掌握正确的烹饪方法 选好食材 就能轻松获得鲜美好滋味了 但在演播室的盲盒 拆出来的价签又是怎么回事呢 500元一只的乌鸡 是货真价实 还是噱头而已呢 我们继续溯源 江西省太和县 地处干中南 集泰盆地腹地 太和乌鸡自古便在此繁衍生息 为了探寻乌鸡价位之谜 我们来到了太和县菜市场 在这里 一只太和乌鸡会卖到多少钱呢 怎么太和本地的乌鸡价格 和普通鸡的价格差不多呢 之前在网上看到的 动辄好几百元一只的太和乌鸡 是怎么回事呢 此时有个摊位 吸引了我们的注意 这大概多少钱一只 这个180 那边是乌鸡吗 是 您帮我抓一只看看好吗 好 这鸡大很多呀 这多少钱一只 这个10块钱一斤 10块钱一斤 那它有多少斤 有4 5斤 也就是4 5 10块钱 这个180 这个4 50 这个差别有点大呀 是 价格上百元的乌鸡 终于出现了 它们俩的年数差不多吗 没有 这个三年以上 这个是大半年 半年左右 这个只有半年 这个已经三年了 这就奇怪了 三年的乌鸡 怎么长得还没半年的乌鸡大呢 这显然不符合常识啊 除了个头 我们还发现了更多不同点 脚好大 大脚 大脚 这个是小脚的 这个有略多 还有胡锡 略多是吧 这个没有略多 没有胡锡 确实 这个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这两只泰河乌鸡 乍一看差不多 细节上却有很多不同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正在我们疑惑之际 一位当地消费者 告诉我们一个关键信息 你要买好的乌鸡 得去武山买 为什么买鸡要上山买呢 泰河乌鸡 为什么身价相差那么多呢 我们能够在武山找到答案吗 根据消费者提供的信息 我们驱车前往泰河武山 在武山附近 我们发现了一个乌鸡养殖场 老板邓师傅 正在接待买乌鸡的客人 你这个鸡是养了几年的 养了三年的 三年的老母鸡 你这个价格怎么卖 这个三百块钱一只 市场上三年的乌鸡 一百八十元一只 已经是身价很高了 怎么这儿的乌鸡 敢卖三百元一只呢 这里的鸡 到底有何与众不同呢 怎么这么用啊 客人被眼前这只 小巧的乌鸡吓了一跳 个子这么小的乌鸡 真的值三百元吗 我一比那个 那个还没养大的呢 不是 他不能养得这么大 正宗的泰河乌鸡 白毛 乌皮 乌骨 绿耳 虫冠 可以可以可以 那行我准赠给你 好好好 邓师傅说的 白毛 乌皮 乌骨 绿耳 虫冠 难道是区别泰河乌鸡 和其他乌鸡的标志吗 可是这些标志 菜市场180元的乌鸡 也都符合呀 为何邓师傅卖的 更贵一些呢 那个毛脚 每次记住是五个爪子 五个爪子 我在市场上还看到 有六个爪子 一 三 四 五 六个爪子 六个爪子 正宗乌鸡是绝对不可能 有六个爪子的 也不会有四个爪子的 那么 这些外形看上去 都差不多的乌鸡 为什么会出现 脚趾数量不同的情况呢 那六个脚趾的乌鸡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查阅资料我们发现 泰河乌鸡原产于 泰河县武山北路 根据产地又称武山鸡 是不是我们爬上武山 就能够找到原因了呢 武山上会藏着乌鸡的 什么秘密呢 我们登上武山 除了茂密的植被 和原产地石碑 并没有发现 山上有什么奇特的事物 但是没过多久 我们在山脚下 发现了一群人 围着一龙乌鸡 他们到底在干什么呢 我们就是请了 下面的龙户 把我们的鸡收上来 我们来选鸡王跟鸡后 我们准备高价回收 多少钱啊 一千块钱 之前邓师傅开价三百元 已经很高了 到这儿 怎么更高了 这一千元一对的 泰河乌鸡 到底长啥样呢 这鸡为什么这么金贵呢 此时 比赛已经达到高潮 赛场上 只剩下三位村民的乌鸡 一争高下 到底哪位村民的乌鸡 能够摘得桂冠呢 我们先认识认识他们 一组业务能手 一组身价不俗 一组颜值担当 这三组乌鸡 到底谁 能够成功夺冠呢 大家依次把自家乌鸡 放入笼中进行评选 现场的十位评委 到底会给出什么结果呢 举手表决 三个 第一组仅获得三票 到底是什么影响了 他的得分呢 他这个蓝耳 好像不是特别明显 仅仅因为耳朵不够明显 拿了个低分 看来要拿到冠军 可没那么容易 那么第二组 能否如愿夺冠呢 好 举手表决 同意的举手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这对无鸡 获得了一半评委的青睐 只要第三组得票 没超过他 那么这对无鸡 便是今天的冠军 那么第三组得票 多少呢 举手表决 有 两三首 高票 钱票通过 第三对 居然获得满分 一举夺冠 我们外行人看热闹 却不懂其中的门道 在场的乌鸡 明明长得都差不多 怎么第三组 就轻松夺冠了呢 第二组无鸡 仅仅因为尾巴上 几根杂乱的羽毛 就与冠军失之交臂 那么第三组 好在哪里呢 它的黑色纯度 以及它外观 都相当符合太后局 而且是我们讲 这几对无鸡 最漂亮的一对 就是这一对无鸡 得到的鸡黄与鸡后 是当之无愧的 看来评委们 也是看外貌 外貌对于太和乌鸡 这么重要吗 长得漂亮的乌鸡 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选出来的鸡王跟鸡后 就进入我们的 精英保总库 进行保总育种 原来这场比赛 是当地的太和乌鸡 圆种场举办的 目的在于 选出具有 樱头 绿耳 丛官等 十大特征的乌鸡 只有具备这十大鲜明特征 才是原种的太和乌鸡 武山作为发源地 现在建立起了 国家级保总场 如今 专家们利用 基因检测技术 来挑选原种太和乌鸡 这种更为科学准确的 保种育种工作 让原种太和乌鸡 数量不断上升 对整个太和乌鸡产业的发展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乌鸡产业成为了当地 乡村振兴的法宝 无论是骁勇善战的 林甲鸡 长着黄毛的凌云乌鸡 还是保种育种的太和乌鸡 这些带给我们 美味体验的食材背后 都有着自己的美味密码 从业者因地制宜 量体才一 坚持不懈地 对品质有追求 对品类有保护 才让鸡中大宝贝们 越飞越高 越来越好 感谢您收看本期的水之盘中餐 追根溯源探产地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